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需清楚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将滑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由机制普罗政治学院 并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梁錦祥一周时事 主持梁錦祥 刚才我们还没说完 梁振英689 他不选 其实这几天 会有整个过程 会出现回来 因为现在 其实人们可能还有一个 亢奋的心态 不是亢奋 做报纸或传媒 其实现在都在追 问题是现在会有很多人 放一些杂料出来 他可能会扰乱你 其中一个目标 正如刚才我们说的CCTVB 中原办会继续放料出来 香港办会继续放料出来 要保持他那种 对香港政局某些程度的影响 你什么时候成报又发工 你们去看吧 明天成报报什么 你们去看吧 现在很明显一件事 就是成报告诉大家 业劉是中原办的Plan B 我昨晚说过 不过昨晚我就不相信 我到现在都说 如果是的话 很明显 这是一股将会被清算的势力 如果你说 业劉又乘搭这艘船 如果这个被清算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完成 那他又没有运行 是吧 你就可以这样看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 他被DQ的过程 本身 其实就反映了某些东西 你可以续找这些 如果这个是在真上海 你可以用来推测 然后将来会怎么办 是吧 但是现在譬如说 去到现在九点几 当然我看了一些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是否准确 譬如这个香港令一又有讲 这个声队又有讲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看 很稳定 其实也是在扰乱的人 是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过我的课 我们去讲那个 网来训练班 有有有 就是Disinformation 是 其实报纸你每天看的东西 去到百分之九 特别是财经新闻 是Disinformation 是 叫你投资 最重要是稳定 是吧 又什么 不要乱投资 屌我都不知道 不是他只是说 要是那些东西是妈妈的律人 是的 要是那些东西是线 是的 其实现在大家没有做一件事 就是说 在这几年之内 哪一张报纸报的新闻 是线大家的 是吧 有人一两年前 两年前说 六八九做不完任期的 接着 到下一年初 就是曾玉成做的 那说那个人 自己现在都不敢 不记得自己说些什么 在地铁 其实你见到那些人 每个人都常常在loopiphone 在那看心 我傻了 我真的不看新闻 真的 不是 不是我不想看 而是 你看完就浪费时间 是的 那个新闻的作用 这样的报法就是 其实想令到你很confused 令到你 diskrack 分散你的注意力 不知道这个社会法 搞到你 搞到人愚昧 是的 令到你愚蠢 真真正正的资讯 在一个充斥着 资讯的互联网年代 反而是少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我们都是尽我们能力 就在这些 垃圾资讯里面 去抽了一些 我们觉得可以 用来去提煉的东西出来 去告诉大家 这样 你看这个过程 你推敲那个 迟这个状况是怎样呢 第一个很明显 第一个很明显 这个689 他今天那个样子 他是借了 他回来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不排除他发癲的话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就借了 接着如果胡淑珍 那参讯的话 又借了一件 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剩下来的就是 会做完这件事 是走的人 这个就是林郑月娥 那林郑月娥 现在在这个权力真空之下 他会做些什么 那这个就 就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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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现在 今天12月9日 就是 我这里数 就是 还有大概20日 接着到明年 就有 六个月 六个月 即是六个月多一点 在这段时间里面 会发生些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但起码一样东西 我觉得 这个六八九 没有入闸 就会 会 比较少发生 就是 那些 爆音毒 毒箭 丑 丑闻 那些东西 涉及到他 始终是打落水狗 有的 当然 不是那么急 可以等他 做完这几个月才搞他 但问题 他已经够多那些负面新闻 是的 那随便把两弹出来 就足以拿他命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说有心要参选的人 他 会不会好像以前这个六八九去得那么准呢 这个我又觉得 就是 可能上面都未必上 是 是吧 那你说以前 搞到整个这些 吊鸡在唐英年家的门口 那是个笑话 是的 那这些东西 我相信 未必是他们想再见 但是很讽刺 你看看唐英年 选不了 反而是一个解脱 嗯 嗯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实不是他自己想选 是他母亲叫他选 不是啊 不是啊 是这样的 我听话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知道男人是很窩囊的 是吧 所以我们那天都说过一句说话 叫做悔教夫世密封求 嗯 你说 这个说话可以 就是超级 超级一个解释的 他那天我的解释就是 如果你选了之后 你都不支持我士福 嗯 就是可能你因为这样 比如六八九 他下台之后 可能被人清算 是吧 如果他不做 可能 就是一路都是 没有人会 对他的任何的威胁 是吧 只不过就不做行政长官 嗯 但是另一个解释就是 比较正老一点 就是呢 因为你封了喉之后 就有很多女儿 那我老婆就觉得 就是反而 那威胁更加大 嗯 就是说呢 你封了喉之后 你太受到太多的这些 有话 是 那原本叫你做了一件事 有时候后悔 就是说 咦 就是你上了位之后 都不会再理我 真的 那这个就是 就是有两个解释 但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这个 这个 未来的日子 所以呢 呃 如果你现在 689 入不到集的话呢 我相信 就是 看这一刻 那个估计呢 就是 他那个 丑闻 就是大家 互相去爆丑闻 那个机会 是相对减低了的 不 但是其实 会不会反而 梁振英 他 他已经不再 参选了 就反而 就是那个focus 就不在他那里 那里 就是反而 他就可以 就是说 头一排 就看下哪两个 或者三个 但是你要这么看 就是他头一排 就是落台之后呢 跟着下一任的 如果要立威的话呢 嗯 其实就要搞他 就是我以前说过 如果林郑做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要阻人 他要建立他那个 强人的 鞏固强人的 政治强人的地位 第一样的事 就是重建 就是要建立廉政公署的形象 嗯 其中一样重建的手段 就是要追查这个UGL 那个事件 嗯 嗯 我相信下一任的特省 他是 是应该做这件事 嗯 如果他不做 我们就要pulse他去做这件事 嗯 图长这样问你了 你猜接下来是两个出来选 还是三个呢 嗯 因为如果 应该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三个出来选 就是你这样 你要一个人 理论上要拿六百 应该六千二人 要拿六百票 才叫所谓 不是 他说入习哥就不是了 是 入习哥你可能 连泛民自己都拿9票 如果他 但当然他们现在 不会明天出来选 你犯人无谓搞完这些傻傻 是的 就是浪费票 不如你自己的百人票 叫所谓 左右大局好过 是吧 但这个都很难 很难去说 原因就是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你一下 就是这个这样的 跑马仔的过程 根本体现不到香港人 那个民意 是吧 是 最多说现在 哎呀这个人 看上去没有那么样子 是吧 他不会做那么多坏事 是这样去捆下去 是吧 所以你说无论那些票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投资票来的 嗯 是吧 就是我们不参加这个游戏 那我昨晚也说过 现在你譬如 有得去 就是叫做 可能选到选位 是当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一个 一个选举去做的 这个是在骗人 这个是在骗人 这个是在骗全香港人 在地铁还见到很多 对啊 这些poster 那些鬼事 什么体验之后 你还写一个政纲出来 根本是有政纲吗 是吧 你的政纲 是不是可以 令到 走去选特首的人 可以真的 走去听你说 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你还要做这些 去骗香港人 是吧 但是香港人 现在真正在选特首 是吧 但是你想一想清楚 你自己有没有投过票 由到尾 你都没有投过票 是吧 但是香港人就是这么容易欺骗 所以我觉得 不要说说 大家应该怎么去支持 谁 或者怎么解票 因为整件事 根本是荒谬的 你可以做 就是稍微 可以合乎 那个政治的原则 就是 你要抵抗 就是这个抵抗 就是这个抵抗 那个形式是怎么 你自己去选择 但是你不能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 现在你真的 香港人有一个 选特首的 的 制度 在 但是有一句 反话 未必那么巧听 我看完 9月4日 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后 我觉得那些票 你就算香港人有得 可以投票 唉 都是 因为香港人都没有 自由意志去投票 不是啊 你现在不指这件事 就是刚才你说 我个人同意 就是有些人 中联办 去动员那些人 就投哪些人 他真的不用去想 就是第一样的 就是给你一张票 你都不是用自己的 不是 他就算说你整天吃完 你吃完也不投 有没有人指着你 要投票 第二样的 你看人 现在在立法会里面的人 那些表现 容海恩 蔣麗云 那些简直就是 不知所谓 那你还投票 那你活该死吧 是 好了 再说这件事 这件事都不知道 我说这票是假的 嗯 是不是 我甚至怀疑 整个选举 是 根本是 是假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就不可以 很高调 因为说这件事 是不是 我只能停留在一个 我感觉上 我真的完全不相信 这个选举结果 是吧 但是我出你不仗 是吧 你到了下一次 这个 補选的时候 我觉得同样的事情 会继续发生 嗯 有人被DQ 选出来的结果 大家就继续质疑 嗯 不过 那些人又很乐于 继续去玩这个游戏 哎 香港人就是这样的 是啊 那你 又是这样 你怎么办呢 要到香港有什么 一个 真是可以 去 改变的机会 就是 大部分的香港人 或者小部分 整个的香港人 他真的做了一些很实质的事情 改变到整个社会的现实 哎 我经过两个星期之前 看到那个小便 小便 车厢路小便 对你打击这么大 真的打击这么大 真的 一次小便事件令到你 一督尿 改变 对你对这个香港的前途 尽失信心 其实都说 当日的车厢 其实就是 香港的缩影 缩影 我都这样 你不断少两个都好 那你现在开始 知不知香港的杜母者 罗拉尽失信心 哇 这个真是 喂 看电影 看新闻 差了 他真的挖开了个幕 而且不是 第一次发生的了 这些十年左右 都陆续有发生的 但是 你又玩到几浪 我见江沐都几 很多 他有concrete 有些事 有了 可惜你现在 不会有人守 可能一年才去 一两三次 期间 因为 最大的 我们跟中国人比起来 那个劣势是什么 我们没有时间 是 是 他们时间多 是 他们下来 扎个营 整个月你都没有人来 没有人知道 这个就是 香港的 很结构性问题 你得到哪一届 哪一届守不住 其实 很多事情都很麻烦 是 下一任的 所谓特首 他接下来 如何 我历来说过 其中一个任务 就是 帮中国解决 他现在面对的 金融经济问题 嗯 如果你跟着这个思路 其实你会想到 就是 哪个人在这方面 会做得最适 呼之欲出 是 就是 你可以去估计 是吧 嗯 他跟我们说一样 他就说 如果你现在在银行做按揭 你是在2047年这个任务 即是那段时间 是每过一年是减一年 嗯 如果你现在想做一个三十年年期的 即是明年 明年是2017年 明年就做29年 是 再过一年就做28年 是 是吧 这个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这个你不需要 就是大家去拗一个 你是阴谋论 他不需要拗事实 是 即是 我们可能不对 或者这位律师朋友 可能放了楼 但是呢 可以走到银行问 嗯 他是不是逐年逐年减给你呢 所以呢 其实这个2047年的问题呢 就下任的特首呢 他是会 根据这个中央的指示 去给一些 新的讯息大家 嗯 如果他不说的话呢 就只不过将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诈论推辞 是吧 那如果 这个2047年是一个问题的话呢 那大家其实要问一样东西的 2047年之后 跟着怎样呢 那到近日呢 其实有多人 譬如我看一篇文 盧维斯出来 又说 你不用担心啊 不需要 哪个不用担心啊 盧维斯 以前是 这个港英时代 一个高官 是 如果没有记错英文 英文名叫 Mike Rose 我可能记错了一篇文 但是 总之有人敢说 他就说 其实基本法 没有 expiry date 是 他可能有 这个港版 我们跟那位律师朋友谈 他是有的 是的 好了 现在就有人敢说 有人敢说 甚至共产党自己都出来说 但是 为什么在我们来说 这件事本身是一个这么大的疑问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的东西 他说的东西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是 是 你现在说 谁出来说 就是 这个实牙刷子出来说 到期才是没有事的 好了 那信不信你呢 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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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就不是盧维斯 或者我们律师朋友说 其中的指标就是 银行信不信你 嗯 那就是一个指标来的 是 因为银行是最诚目 你做会的 是 你知道的吗 是 这个世界有些什么是 数字 不是 有些什么是比银行更稳定 就是 如果银行都做这个愚蠢的事 那个社会就会收工的 是 是 那如果银行都不信你的话 那你就去看 那银行信不信你 其实就不是看你单人说的 嗯 他就看你chang record 那银行的一般笑话就是 银行是专门借钱一些不需要钱的人 你需要钱的时候他不会借给你的 是 一向都是 银行就是 当没有下雨的时候 他就要给你一把遮理 是 当下雨的时候 他就会把遮理 但是有时给你一把遮理 有点稳固 但我听过 那时候说沙士 有些人其实根本供不起楼 屌 就跟你说我供不起楼 你收回同楼 那银行就说 不要不要 慢慢谈慢慢谈 就是 银行其实都会害怕 喂 你们是不是真的不供啊 那他变了很多坏仗 你应该这么说 你个别一两个当然要凶你 是 但是这件事都集体发生的时候 他都害怕 他都害怕 不是我们说的一定是对的 但是 这件事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案期的问题 你可以自己去查 是吧 如果他都 一直在缩绝这个年期 那后面代表了什么呢 那你自己可以再去发掘这件事 所以 你觉得 下任特首 就一定 都一定要解决这个2047的问题 他会 他会开始解决 开始解决 但是不是一定他上任解决 嗯 嗯 嗯 最大的问题就是 2047年之后 边境还存不存在 嗯 甚至是之前的 那么 这个2047年的问题 其实他后面的 各种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 是不是将会有 深港大融合 出现了深港大都会 哦 到时已经搞定了 是啊 是啊 但是呢 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们一开始我们来讲 就是在97年的时候呢 大家对世界的感觉 仍然是很稳定的 就是我会 plan 到 10年 20年之后的事是怎样 现在predict不到 但是到2017年呢 我来讲 就连 这个世界每一个领导人 都未必知道 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 是 其实 其实 开头想讲的 你看回这个星期呢 整个东亚是发生了很多大事 那香港不用说了 今天梁振英说不算 不过你这么说 东亚是大事的 梁振英 即是 没有入集这个CNN 你没有看不到 有什么大新闻 哦 竟然是这样 我想 蓋着不说的 你看BBC 可能有 有别的方法 我个人也有 但是 人家不会觉得很重要 其实 你看起来 连台湾 和美国都眉外眼睛 那个是重要的 那个是重要的 其实那个都可以 但是太多话说 因为CNN做了几天 做了几天 那个就 如果不是今天 发生689 他不选这件事 其实我们都会讲的 但是 如果我们今天 不讲689 大家就不听 可能要你录播 对 我相信 毓文起床之后 都会讲的 所以 今天就 看毓文何时 做那个毓文踢靶 因为我想 他 我看他 可能 他这件事 是发生在他睡觉的时候 他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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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相信 一样 他不会开香港庆祝 不会 所以Facebook 挺好的人 慶祝 有没有慶祝 如果要慶祝的东西 大家要做多一点努力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这个节目 不知道为何做了 连break都不用break OK 多谢Dennis 下星期仍然要继续 因为HK公干了 他出了埠 所以 Dennis 就和大家 一起讨论一下事事 我们下星期 都是你讨论的 都是你讨论的 是 好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我会发现 不应该 那些的 你 没什么 我会发现 不应该